日前,針對加拿大移民部IRCC審批香港人救生艇計劃永久居民PR申請制後 以及部分申請人被拒絕過橋公簽BOWP問題 加拿大香港青英協會HKYPA 連同受影響的香港人前往溫哥華東選區 會見一直關注香港人議題的加拿大國會議員關惠貞 並遞交請願信 試次活動約有30人參加 除了遞請願信和國會議員討論相關問題之外 請願團隊還向圖人講解請願的背景和原因 你現在的情況如何? 我2023年9月進入Sprim B 現在正在等 WebP只剩下半年 未有批評 未有批評 WebP都申請了BOWP 但未批評 也未批評 現在只剩下半年的時間 不知道可否繼續工作 或者留在加拿大 即是比較擔心 是的 來支援一下 是的 來支援 OK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 有甚麼打算 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事 甚麼身份都沒有了 跟討論員會留下來 未想 未想 可能等多 因為今天都說 其實有些CBP已經出現了 今天 所以就希望我9月尾入子的話 可以在未來一兩個月裏 可以得到一個進展 如果這兩個月都未有的話 先再想下一步怎麼打算 我叫Patrick 你好 你現在的情況如何? Visitor Record過了期 續了期 未續到 申請了BOWP 申請了PR 是去年10月申請的 所有事都在等 甚麼都沒有 連車牌都要兩三個月去續一次 就是這樣 即是這個身份Visitor 過了 Visitor Record都過了 申請要extend 所以甚麼都沒有 甚麼都沒有 即是Visitor 即是怎樣 可以遞介你出境 但我正在申請PR 亦都在申請BOWP 是 是 不如說說你有甚麼方便 不方便就要每幾個月去ICBC 跟著 他是 初頭就說三個月逐一次 下次再來就兩個月 下次再來就一個月 那還要看你撞到一些 好不好的Officer 他如果知道甚麼事的時候 跟著他就說 為甚麼你那封信申請extension 是八月 現在還沒有消息 不如我續三個月給你 跟著你就可以拍手掌 如果不是 他還跟我說 你封信八月 再沒有更新 我們下次續不到給你 太久了 我說 我也覺得 但也沒有辦法 我也想他更新 我 但因為你現在申請PR 你不可以離開 是啊 那就繼續留在 連美國都不能下 最簡單 如果說要去玩 你就去Toronto 如果有甚麼頭髮真心 那怎麼辦 MSP都還要遮蓋 暫時 是的 但其實是要自己 上去MSP的網上 去告訴他 你的Status有轉變 他給你一個 Temporary的六個月 但是 那個都是 至到明年三月 所以 如果三月的時候 可能要再上他的網上 看看 是可不可以再公開 是可不可以 是可不可以 是 有沒有 找過自己的MP幫手 有 沒有回覆 哈哈 哈哈 有 沒有回覆 是了 很快 可以 我不知道 因為HK Watch 我想都收了很多個案 是 我知道 你發電郵 是 我知道 連他們都制衡 是 我知道 沒有辦法 所以我都繼續等 是了 因為你如果有看過 上次也有說 有 有 有 那個Alex 會逢星期五打電話 去追 不回E-mail 我怕他很忙 哈哈 我的情況是 二二年四月到埋 讀完書之後 二四年五月投入 只申請 我申請完 沒多久 一兩日我收到AOR 然後一個月 就收到CNCC 和Biometric Request Letter 但我先生是收不到的 但我最近打電話 給RCC的Agent 其實他已經說 我所有的 Criminal Check Biometric 和Medical Exam 都已經通過了 但我最大的憂慮是甚麼 就是因為我兒子 今年Year One 在大學那裡 我們最初到埋 其實我們估RCC 最多一年左右 我們就批PR 現在因為他減缺 緣故 我們就很擔心這三四年 都要給國際生學費 其實我們上大學那裡看的網站 其實藍民可以給Local fee 你LMIA可以 SUV可以 唯獨是 究竟我們Hong Kong Perfect 這一批的Dependent 他們讀書怎樣 他們是不能給本地生學費 他們不能申請Granning loan 他們沒有這個 大部分九成九的 scholarship Bursary reward 都不是給你的 所以變成 就出現了很大的經濟問題 因為你是 不預計要等那麼久的 所以我們就 有一個很大的 financial burden 在這裏 我今年5月7號 畢業之後 就申請一個叫做PGWP 他第二天 已經給了一個 Maintain Status Letter 給我的了 我在這半年裏面 就繼續做事 但是 很不幸 就是在7月 尾左右的時候 我的老闆公司 就通知我 因為我沒有新的那張金紙 就是Open Web Permit 所以 就即時下午兩點鐘 就解僱了我 在那段時間的時候 我那個Study Permit 在7月26號都到期 即是說 我 連同我先生 都已經沒有工作 在那段日子的時候 我就到處找朋友 可能自己資訊不夠 就在9月24日 那一天 我就有一個朋友 建議我 你不如去一去 就是邊境那裏 可不可以重新去 申請一個叫做Open Web Permit 我就走了去登記 然後就預約了那一天 那怎知道那個官員叫我 你出出美國境 我不知道什麼事 那我就照聽他說出了美國境 出了回來 他才通知我 裡面有Visitor 但是為什麼你之前不通知我 為會這樣的情況呢 我以為只是登記 不出境 然後就可以去重新辦理 因為我在之前登記的時候 我問他是不是那一天 我就拿到Open Web Permit 他說是的 我才去應邀 就是Appointment 9月24日我就會去辦理 誰知道他就叫了我出境 那就是說現在我是Visitor的身份 就算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那個PGWP Maintain Status 其實11月3日已經到期的了 就算無論如何 我都是無功做 那現在我我先生已經無功做兩個月的了 那一家四口 面對現在的租金生活費 那還有我的所有MSP已經沒有了 而真的不敢病了 就算自己呢 真是很怕迫到自己要去Quit Band 那而另外 因為我小朋友呢 都有一些的SDN的 他的Funding 全部沒有了 即是說現在他連 他所有的Social Skills Training 情緒的管理的Training 所有的事情是沒有了 那所以我們每一天 只在那裡等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完全任何的答覆 任何的回覆都沒有 那我們那個PGWP申請已經過了半年了 我都曾經在中間的時間 去了我們所屬的MP 找過他三次 他的回覆就是 不好意思 我只是可以提供資訊給你 還有告訴你 你的狀況去到哪 但是其實這些資訊呢 我自己走回IRCC的網站 我都可以知道 我現在是in process 他的回覆就是 我是in process 找了三次 三次都在那裡回覆 所以我覺得MP 是幫不了我任何的東西 那我自己都有打過IRCC問 他都只是說in process 現在面對就是 沒有公開啦 生活有困境啦 小朋友又得不到些什麼的幫助 最近我小朋友跟我說 為什麼我們這麼慘 這麼窮的 就是這樣的狀況 究竟什麼事啊 我都不懂得回答我的小朋友 另外 因為我都知道 我呢有個叫BOWP BOWP 這個的申請 所以我在十月頭的時候 我都申請了BOWP 打算第二天就可以拿到一個 maintain status letter 但是 第二天都沒有 我等了十幾天 接近一個月 連將maintain status letter都沒有 所以我現在的狀況 是一個很困境 所以就過來呢 想去找Johnny Kwan議員去幫幫忙 那現在我的情況呢 就是兒子已經grade 12 其實接下來要面對的情況 就是如果那個PR出不了 那我小朋友呢 就要變成一個 international student 去入大學 college 那個費用呢 是難以想像 也是out of那個plan 那至於我好像 就是好像我這類情況呢 我自己朋友都是 現在兩個兒子 兩個都是大學E1 那有一段時間 我現在有一兩個月沒有見過她 上個禮拜我見到她的時候 我只能見到她那個壓力 是見到她的樣子 好像是精神分裂那樣 即是已經去到 那個壓力很大 因為 這裡賺錢又不多 但是兩個小朋友 又要負擔 這個international fee 的student 那 所以現在見到 如果知道有其他的家長 朋友都是在這個情況 我可以想像到 那個困難是在哪裏 即是 我真的很希望 加拿大政府 其實是 考慮回香港人 在 對這個加拿大社會 那個貢獻 又或者 所付出的東西 其實 我們是達到了她的要求 其實我們都是 期望她可以 做回一些 她之前 承諾我們的東西 讓我們可以順利地在這裏生活 剛剛跟了好幾個朋友 開了這個會 就講關於香港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現在 Stream A Stream B 大家申請 等那個processing 就等了很久了 這樣也都 有些朋友 出了很多不同的困難 因為她現在這樣的 這個期間 他們 譬如找工 如果你找工 沒有那個TR 那個Permit Residence的status 這樣就很多情形之下 那個employer就會覺得 不可以請到你 因為你們那個Temporary Status 就是過期了 當然醫療那方面也都出了問題 因為如果你沒有TR status 或者沒有那個工作 你們或者未必是有到這個 醫療的保健 學生那方面也都出了問題 中學也好 小學也好 大學也好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困難 我其實一直以來都很清楚的 一直以來都是追緊加拿大政府 和移民的部長 就叫她盡快來process 香港的朋友 之前也追問到政府 就是拿到這個extension 這個extension 原本我以為這個extension 就給大家可以 可以有多些新的香港的朋友 如果需要離開香港 為安全的那個方面 就可以給她有機會 可以再繼續申請 我沒有想到 其實為什麼政府這樣做法呢 其實可以延長 來到加拿大的朋友 如果你沒有那個PR 批了 因為你的processing是延長了 就可以等於你們可以renew 再等三年 這樣 就是你不可以 我自己個人覺得 就不可以讓別人 來到加拿大 這麼長時間 只是有這個temporary status 那個temporary status 應該是短期的 不是就是一年又過一年 一年又再一年 又再重新 又再過一年 又再過一年 這樣做法 但是原來我覺得政府的做法 其實他的想法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法呢 就是其實拿回他們那個 levels plan的數目出來看 如果你拿回那個levels plan的數目出來看 很明顯表示到 這樣的等法 加回那個數目 多少人申請了 批了多少個 用回那個數目來計算數 你真的要等七八年 才批到大家 所以其實給我 在這個情形之下 就讓我覺得 其實政府 根本沒有心 是想盡快來批大家 就讓大家有這個PR 雖然他剛剛 宣佈那個streaming stream B 那個救生艇 那個message出來 那段時間 他們初步就很快地批了 但是之後呢 現在就越來越慢越來 越慢 就是等到警場了 所以就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這樣這個看法呢 其實呢 政府還沒有宣佈 他的levels plan 那時候之前呢 我已經跟了 Minister Miller 我指出來呢 就是說 你現在為什麼 香港的朋友 processing是延長了這麼多 慢了這麼多 是不是因為 沒有這個levels plan 這個問題 其實我已經問了 Miller 也都問了 那個official的 這樣呢 他們呢 真是問了他們 口啞啞就不回答我 這樣這個很明顯 就表示給我看 就是出了這個 這樣的大問題 所以我一定會再繼續 追問政府給壓力他們的 來process這個levels plan 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呢 現在出了這個問題呢 就是 他們是等著那個britching work permit 申請了一個britching work permit 因為他三年就快過期了 那麼他就申請了britching work permit 然後等著 在那裡等著 雖然他們也是 好魔地來process 但是也有些人 他reject了 有些人reject了 有些人reject了 他的理由 根本是不合理的理由來的 譬如在我辦公室 有些個案 他們就說 他們reject了他 因為他沒有LMIA 我們在說什麼 香港Stream 是不需要LMIA的 你們這樣做法 有沒有搞錯 這樣 剛才也有些朋友 他展示了給我們 他們也有些個案 是這樣的 我辦公室也有些個案 不是今天給我的 是另外的個案 我已經發了信 已經追問政府 這些這樣的問題 要盡快來澄清他的 如果不是 我很害怕 譬如他們那個status 是那一期 會不會CBSA 下一步就來抓人 要deport人 所以我就擔心 這些事情 如果你們有這樣的情形 發生 你們是出了這樣的問題 甚至乎如果CBSA 走來說想deport你們 第一時間 你要通知我 讓我知道 我一定會極力 為大家在這方面爭取 另外也要爭取政府 當然 怎樣搞好這件事 搞好這件事 一定要給香港的朋友 有這個數目 來process到他 如果不是 說什麼都是假的 我亦都希望大家 不是每個人都住在溫哥華東區 但無論怎樣都好 我一定會極力幫你們 但我亦都希望你們 會去你們那個 國會議員 那個區的國會議員 那裡 跟他們說 追問他們 問一下他們 會怎樣幫你們 要他們發表這個聲音出來 因為現在在這個期間 只有我一個人在說這些 我一個人說 雖然我會再繼續 但如果多些個會議員 個個都是這樣說 我們的機會成功 會大很多 希望大家可以幫到我做這一點 好多多多對非議員的支持 我們就要告訴加拿大的政府 知道 我們就分享是需要 增加一個移民的配額 加快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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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我們就 都可以在這裡 加快一個口號 好 多謝閣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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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朋友 加油 香港朋友 加油